依赖我们已经掌握了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假设分模块来管理 像现在有三个模块 现在有三个模块 如果我像现在这种分模块来管理 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要编译 是不是得一个一个的编译啊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所有项目 我们得这一个做点操作 下一个做点操作 这一个再做点操作 假设我们有一个项目有十个模块 你每一次编译你得运行十次 那几步疯了 效率很低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办法 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呢 我们可以在这三个模块的根目录中 我们可以在这三个模块的根目录中 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 POM.xml的文件 通过这一个文件来集中编译里面的项目 好 这一个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的 在这里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外面就有一个POM的文件啊 这个POM的文件里面要做了一些很多的操作 当然我们一会来会来看这个操作 然后在这一个POM中里面又有两个文件 两个都有POM 它其实就是把这两个项目聚合用一个POM文件来做操作 这一个POM文件我们不用写任何东西 它的目的就是用来做集合操作的 清楚了吧 就是用来做集合操作的 但是如果在Eclipse的环境中 我们在这里显然没有办法把哪一个弄过来 显然没有办法把POM文件弄进来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Eclipse中 我们可以建一个Mavon项目 好我们这个项目的名称 我们就叫做创建一个简单的项目 跳过Architect的Selection 我们不用任何的操作 然后依然我们在这个里面写我们的内心 我们是我们的ZTTC.ITAT点 点什么 Mavon有没有Mavon 有软是不是 好Artifact ID 我们这一个专门用来做集合的 user-aggregation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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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该是aggregation aggregation aggregation 好我们的package就不用架了 刚才都是打成架包是不是 你看有些什么类型 有VAR 什么意思 打成web的包 我们这里用POM 是属于管理类型 点飞里型 好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只用改这个xml的文件 只用改这个xml的文件 我们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文件中 我们用一个配置叫做modus 模块 我们究竟有哪些模块呢 第一个模块 对我们不是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找我们的这些文件的路径 我们就去两点上一级目录 通过上一级目录来找我们的core 前导入core 然后接下来module 导入我们的log 然后是我们的module 然后是我们的service 导入了三个模块 导入了三个模块 把这三个模块聚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对这一个POM做操作 你们注意看 我们run as clean 好我们看这三个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发现没有 我们刷新一下F5 target还在不在 这个target我们应该用team把它给排除掉 好的 这一道排除掉 因为它新建 它就认为这一个了 都要排除 我们不能考它给它 因为这个时候每次都重新生成的 没有必要讨设给你们 你们会发现 你们切个下来的文件很小 你们直接用的m1 它会自动从你们的仓库里面下载 明白吧 好你看 这样的话是不是通过一个 你看我们通过 如果现在想编译 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来run as clean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package 打包 顺着三个来 你看 顺着三个来 哪个有问题啊 嗯我们的 三个是一个问题哦对了 三个是这一个里面我们是不是有 有一些问题啊 哎 这样没有问题吗 我们的 哦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的test的entity hyper这一个东西 有没有过来 是不是entity hyper这一个 我并没有引入到我们的 service的这一个里面了 因为因为我们的这一个test中的entity hyper这一个类 会不会引入过去呢 引入不过去啊 所以说他在打这个包的时候就怎么办 打这个包的时候他就没有 这种怎么解决呢 我们把我们的测试 我们自己的测试的这些东西打成一个包 明白吧 把我们的测试的这些东西建一个项目来打一个包出来 就是base test 然后在这里来引入我们的base test 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把它打成一个架包引过来 要么就是我们 把这一个把这一份 严严本本的在这个里面怎么样 再拷贝一份 但是他依赖的时候是传过来了是不是 他报什么错 关闭项目 这个好像是 怎么穿连user这些都有问题 我们现在 清空 让他从边一下看吧 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这一个问题是因为 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什么了 entity hyper 然后如果在这里再来考一个entity hyper 我们就会发现 类似什么的 冲突的 是说这种 好 哎呀 这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得 更新一下依赖 我看一下 不行啊 是不是又得 关闭 然后重新 重新打开啊 没什么 看肺梗 奇怪了 这种问题 讨厌的 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些 每晚 每晚 把他给 捏一宝 哇 靠 简直 哼 简直出雷 他是在这个空间中有问题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 他是 尤其是我们的这一个的问题 这种 你看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类 如果 忽略这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错误的话 我们把它考过来 我们把这一个 他给删掉 好 我们这里entity hyper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里面来运行package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报错 你看 发现没有 这是不会报错的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不会报错呢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依赖有了 有是不是 刚才没有这个依赖 现在却有了 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就报错呢 他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来来找这个东西 他就会发现 在这空间里面一边也就就出错了 所以说这种就就头疼 头疼 这种的话 我们只能用各种各样的那些 刚才所讲的这些方法来 来解决的 还解决不了啊 你看他什么都引入不了了 他有包的冲突 能不能把它cleat了 好像 disable它 然后我们把 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了 disable一下就可以了 有时候 反正 如果你再出问题 你再enable 好像又可以了 反正怪了很多东西 就是 管它了 我们就 姑且就先这样做吧 这就是我们的聚合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我们的聚合 你们看 现在就可以完成操作 test作用意的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有效的 把这三个东西都添加在一起了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什么呢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这些配置里面 这些都是重复的呀 是不是 除了这些 我们后面还会讲 更多可能会重复的东西 你看我们在这里 可以定义大量的长量 我们假设将来要用Sprime 我们可能会定义一个 Sprime.vish 3.1.1 3.1.1 有可能我们会定义这些大量的长量 然后在下面来用 但是每个项目里面 这些长量是不是都一样的呀 你看 我们的user call 是不是一样的 user log 这些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user 我们的 series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这些POM文件之中 存在着大量的重复 我们如何来解决 好 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呢 我们这里还有 这些东西都存在大量的重复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呢 我们让所有的项目 继承一某一个根类 明白吗 让这些继承一个根类 在根类里面呢 我们来配这些东西 来看 这就叫继承 这些都是我们在配项目的时候会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建一个项目 这一个项目也是一样的空项目 什么都不带 什么都不要 我们只是用来做这种操作的 好我们就叫做 RTTC 点 ITAT 点 user 我们这个叫user P-A-R-E-N-T parent 依然也是我们的什么 POM的项目 好 点问题 好 在这一个项目之中 我们把共同有的一些东西 全部拷贝进来 注入user call中 好 我们把这些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内幕可能不一样 URL这些一样 好 我们把它拷过来 好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一样的就全部拷过来啊 然后 接下来在我们的call这一个文件中 我们就不再用这些东西了 重复东西全部删掉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里面 我们来写 parent 继承一个类 究竟我们继承的 我们继承的 是继承的 group id 是哪一个id呢 ZTTC点 ITAT 当然这个group id 我们就可以用 $PROJCT点 我们的GOUP 这group id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要继承我们的 artifact id 这一个应该是我们的 user 什么 parent 继承一塌 继承一塌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微信 我们的版本 也是一样的版本 PROJCT点 微信 好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一个东西叫做 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是我们上一集目录中的 user-parent中的 pom.xml 我们要继承以某一个pom的文件 这有错 这些不行吗 这些不行吗 这些我们这一个都还没写 怎么可能有呢 这个得写完掉 不好意思 这个得写完掉 不能用这个东西 这里还有我们的0.0.1-slipshot 但我们一继承一下 你看 这些他就说你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用怎么样 再写了 删掉 不用再写了 删掉 架文件 重复了也没有继承下来 我们就留着 好 每一个包装 log 我们都加入这样的东西 service也加入这样的东西 好 一加入他又告诉你 这一行有了 这一行有了 这一个也有了 这些也有了 我们都不要 好 我们的log呢 有了 有了 然后这一个 不要 这一些也不要 现在就完成了继承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下面还有这么多的dependence 能不能继承呢 也能继承 但是如果把依赖继承的话 你们想 就到底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在这一个里面 把所有的依赖都加进去 这就意味着 我每一个项目 是不是都要加入 这些依赖啊 但是你看 我每一个模块 依赖一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说在这种加 不能用这种加 我们得用什么方式加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 依赖管理 在这一个里面 我们来把所有的依赖 加进来 你看着 好把所有的依赖加进来 把所有的依赖加进来 把所有的依赖加进来 好在这一个里面 加入依赖之后 注意 call里面就不会自动把依赖 计算下来 明白吗 但是由于我们这里有了依赖管理的类 你们看啊 由于我这里有了依赖管理的类 我在这里面把这些依赖的版本呀 作用逸信息已经配好了 然后我在call这里就可以 不用再来配置版本呀 作用逸的这些信息 它会自动去找负类中的依赖管理中的东西 这样是不是又省了一些代码了 我们的版本统一在parent中来管理了 同理我们的log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依赖啊 Junit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弄进来 好log4j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存在中版本中说 log4j有了 这一个没有 我们把它又放到什么里面去 parent中去 parent中就是一个大工厂 就是一个大的依赖工厂 好 你们看log这一个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下滑形 我们把它删了就OK 然后servus中 这一个有了 删掉 依赖这一个没有 我们依然也把它放到 我们依然也把它放到parent中 好 在这一个里面我们把它给删掉 删掉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两个依赖 同样也把它放到负类中 好 放进来之后在servus中这些还要不要呢 不要了 这里的排出在负类已经排出了 我们也就不要了 你看这样是不是清爽的多啊 这样就完成了继承 所以说你们看刚才的这一个东西 我们看刚才的这个东西 这个pm文件 它是pum的 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一个里面用了 它没有用计核 但是它用了什么 计程 哦 它连计程都没用 它是直接依赖过去的 它连计程都没用 它把一些配置文件把它弄过去了 这里是可以加什么 把一些模块 这不管了 好了 现在就完成了计程和计核 但是有没有发现 计程和计核两个的功能很类似啊 所以说我们干脆就用计程的这一个文件 直接让它再加一个什么功能 计核的功能 我们就把计核的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些东西 考过来 一般就在这一个类里面 把计程计核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这一个我们就不再需要了 OK 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parent的文件来进行 mvm clean我们的package 通过它 一次搞定 好 这就是我们的manman的计核和计核 好 这一个东西 我们将来建项目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 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 所有模块建一个parent的模块来做东西 当你pad的这个文件 我说了 这个文件可以拷贝在三个项目的什么下面 根目录下面 明白吗 可以拷贝在根目录下面 但是如果拷贝在了根目录下面 我们该做什么 什么操作呢 这里我们就不再是点了 就直接什么 直接访问 直接访问 然后我们的其他的几个做继承的话 我们这样的话 里面的这些继承的话 就不是找这一个目录了 就是上一级目录的pom.x 明白了吧 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加youtapand 是因为它在这个目录中 清楚了吗 一定注意 继承的绝对路径是pom文件 一定要知道 而继合是模块的位置 继合是模块的位置 继合是模块的位置 记住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下周一下午 继续